大家好 我们一起看一下韩国的topic官网上怎么注册 那么我们先进入他的官网的地址topic.go.kr 然后进去之后呢 我们会发现上面有一个Hewen Guide 这个地方Hewen Guide 点击会出来很多的各样的一些这个条款 我们到拉到下边 然后选择这两个 然后是下一步 dome 然后接下来呢 出来的是他问一个是你的居住地 如果你是居住在韩国国内 选择左边国内居住 如果是国外 比如在中国大陆就选国外居住 选这个 然后往下一样的 韩国外 左边是韩国内 接下来呢 就是选择国家 我们如果是中国的话 我们往下拉 看见了在这 中古 OK 然后到下一步 接下来呢 它是有一个这样的一个验证的地方 很多人到这里之后就有点看不懂了 左边是IPIN的认证 这个应该是只能是韩国国内才能用的 你就选右边的电子邮件 邮件认证 点击 点击之后呢 它有这样的三个内容 一个呢 是写韩文名 当然你的韩文名 我们很多人呢是没有法定的韩文名 所以说呢 你就把自己的名字翻译 添上去就可以了 英文名要注意啊 这个英文名呢 要写护照上的姓名 英文的啊 一般呢 是全拼的 就是全部都大写的 拼音的英文啊 你可以看你的护照上的英文名照着那个写就可以 然后电子邮件 左边呢 就邮件的前边 然后右边呢 它这里呢 有一个选择 它为了方便啊 就把一些常用的邮件呢 在这里列出来了啊 但是呢 这里呢 没有中国国内的邮箱 那这个时候呢 你选择 Santiaccio 就选择下边有直接输入 然后呢 你就可以在这里输入QQ什么的啊 我想应该也能收得到吧 然后呢 就 应该就可以了啊 应该就认证了 输入之后呢 点击这个啊 那这样的话呢 它的这个 呃 认证的码呢 会送到你的这个邮箱 啊 然后呢 你用那个呢 再去 继续这个注册就可以了 好 这个是啊 韩国的官网注册的方法